马云是商业界的大佬,而周星驰是影视界的大佬,当这两个大佬见面之后,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? 大家都知道周星驰这个人是十分不愿意上综艺节目的,但是就是有人请到了周星驰,而且还顺便请到了马云。 在这场综艺节目上,两个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。 我们都知道马云作为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,实力资产是相当雄厚的。 当面对影视剧的巨星周星驰的时候,马云曾经表示,因为周星驰是中国影视界的喜剧鼻祖,所以自己一直很仰慕他。 而且自己拍过很多的blog或者微电影,都想走周星驰的这种喜剧风格,虽然一直在模仿,但是从未超越过。 周星驰也很想讨教讨教经验,当时在场的新爷就表示自己不敢当。 两个人在进行了一段商业互吹之后,就赶紧进入了综艺的正题之,借马云。 问周星驰,他觉得自己长相怎么样? 毕竟周星驰这个人看人很准,周星驰倒火了很多的新女郎,所以大家都说新爷十分会看人,跟冯小刚还有张艺谋看人的眼光简直不相上下。 正是因为如此,马云才抛出了如此犀利的问题给周星驰,想要得到周星驰正面的评价。 可是谁知道,刚刚的新爷还没有走出商业互吹模式的圈子,依然对马云一段夸赞。 但是人均不惊的表情已经给了观众答案,只见周星驰竖起了自己的大拇指,然后对马云说了一句,你可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大帅哥。 马云听到后哈哈大笑了起来,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周星驰开了一个玩笑,当然他这样的回答也是让全场的气氛不那么尴尬。 接下来主持人给马云一个纸箱子,这个环节是马云需要问周星驰一些思想问题,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? 只见周星驰立马回答道,可能自己已经没有这段缘分了吧,他也不想对这种事情过分的强求,并且表示自己已经习惯了这种单身的生活,而且觉得单身其实挺好的。 如果这辈子遇不到自己想爱的人,也不会选择将就。 结婚是个难题,你得让他先找到合适的人,我怕应该没机会了吧,结婚这个我现在这个年年纪是吧,你还不知道你是抢手的呀。 小编突然想起了周星驰曾经谈过的一个女朋友朱英说的话,朱英作为周星驰的前女友曾经被周星驰伤透了心,这件事情呢许多人并不知道。 当时在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,周星驰劈腿了其他的女明星,有人说周星驰劈腿的女人名字叫做莫文卫,但是莫文卫一直都否认这件事情,所以朱英呢就嘲笑周星驰,说爱他的人不知道珍惜,他却自己要上赶着把自己交给一个不爱自己的人。 而且周星驰并不爱自己,如果更准确的说,应该是周星驰谁都不爱,只爱自己,他是一个自私的人,曾经拥有过那样美好的一段感情,他都没有好好把握,好好珍惜。 现在时间消失而过,周星驰是否还会觉得有些惋惜了呢? 听到这里的马云显然知道戳中了周星驰的泪点,其实周星驰的感情史十分的让人糟心,他曾经遇到过很好的女孩子朱英,却又把他的心给狠狠的伤了。 如今的朱英已经嫁给了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,朱英如今过得非常幸福美满,但是周星驰如今呢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,也不知道如今的周星驰是怎样看待自己那一段错误的行为的呢?